进入新竹市区前必经过的大地标 爱买大卖场如今传出歇业消息 让不少民众感到可惜 爱买快关门了 然后在新竹那么多年 刚才要关门了赶快来 蛮可惜的 这是在台拥有15间分店的爱买大卖场 新竹东区爱买新竹店 传出将在年底歇业 疑似是因为地主一口气暴涨250万元 每月从租金600万元涨到850万元 涨价涨太凶实在是不堪负荷 只能歇业 民众看法相当两极 因为相较起附近的连锁美食大卖场 在中秋节的假日人潮满满 相比之下爱买人潮相对稀落 走进卖场里 加上商品更是空空荡荡 主因就是业者担心再进货 卖场歇业也卖不出去 店铺的行情的租金 每平都在1000块起跳了 这是以店铺租金 那1000到1500之间 三场平均866 实际上是符合现在当地的行情 从地图上来看 新竹爱买附近还有大润发 好事多 再进去市区一点也有大圆百可以购物 因此客源被瓜分掉不少 再碰上涨租才传出歇业 这回爱买传出歇业后内部已经有许多店陆续出清商品 只是爱买官方没有对此多做回应 过去以下交流道的地标卖场传出歇业 让不少新竹在地人觉得可惜 东城新闻 孙中荣 陈怡中何云婷 新竹报导 对方就会问一下你带到了吗 就是因为房贷面临即将要满水位的问题 很多民众就会担心自己无法生贷成功 就有不少人士可能会利用民众这样子 急迫生贷的心理 告诉你充高房贷的额度 就可以来生贷比较顺利 那这就衍生出这个 急求房贷的芯片数到底怎么样呢 可能这个炒房团就会告诉你 来签这个AB约 首先假设你的房子总价是1000万 照理来说你可以带到八成来到800万 可是你的假合约 它会告诉你写上1250万 所以你带八成的话就会是1000万 既然他告诉你你的生贷时间比较长 不如你多贷一些吧 但对于买方来说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缺点 因为你真实的买价不变 还可以多出200万的现金可以来利用 可以来当补足你前面不够的投期款 或者是来因应每个月后续的房贷 可是对于这些炒房团人来说 只要他顺利出托手上的房产 就有可能会带动这个房价 不正当的飙涨 不过说要特别小心了 做高房价向银行抄贷 可能就会吃上官司 可能会触犯这个刑法 比如说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或是伪造文书以及诈欺罪 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 房贷面临满水位 虽然现在各个银行业者 都告诉大家说 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房贷 余额可以来生贷的 但是他都会告诉你 他们有一些理由 比如说像是 他会按照时程来拨款 依序拨款 延和时间比较长或者是额度有限 通通都是要告诉你 他们延长合款时间 甚至圆东银行直接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现在排队拨款 已经要等到明年一月了 这样是因为这样子的现代令 已经影响到了中古屋的房市 比如说8月来看 这个中古屋的房市 从贷看量或者是成交量 已经掉了三成以上 就是因为这个中古屋 它不像预售屋有建商 可以背书让银行愿意提供 预售案整批分户贷款的这个优势 所以现在中古屋就面临了这个 想卖也卖不掉的这个状况 导致接下来中古屋的房价 可能会松动 所以房产专家也告诉大家了 现在可能是你溢价的好时机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地产网红帅过头 他就告诉大家 现在节约现象频发 导致这个城屋的交易量 出现了紧缩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 永进房屋它紧缩了23% 中性也减了16% 很明显8月它的买气 是降温的状况 当然除了民众求戴无门的状况 也是因为刚好民俗月 所以大家看房的意愿比较低 不过他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首购族的话 真的不要害怕 你就勇敢上车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主管机关一直告诉大家 优先放贷的三大族群 就是首购 自助 还有乙和贷的人 所以他也提醒大家如果他也说 如果你想要生贷 比较顺利的话 其实是有小伯父的 比如说因为商业银行 会受到这个贷款30%水位的 规范限制 所以你就可以来找这个 非商业银行 比如说像是台英 土英 或是农渔会 都可以来多加询问 另外刚刚有提到 对于换屋族来说 可能你生贷就会没那么容易 所以你就可以采取这个 先卖后买的策略 避开你现在拥有 第二屋认定的这个争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民众如果想要生贷 是比较麻烦的状况 但是其实房贷率跟着上涨 但是生贷率却没有因此下降 就是因为这个新清安 还是非常的刺激房市的买气 以上就是我们的最新星星 再把时间还给小韩 定管时序到了9月 天气还是热到不行 不少人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冷气 不过对于林口设宅的住户来说 却吹到荷包大缩水 我们都不敢开 冷气遥控器 我们也都没有在用 明明房间有冷气 但吴先生几乎不敢开 因为冷气种类是 耗电较高的定频冷气 一吹电费高到吓死人 不少住户的电费 甚至比房租还要高 看到电费以后 就真的是吓一跳 像今年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是 八九千块 真的对生活的影响很大 住户po出七八月份冷气账单 电费居然高达一万八千块 比房租一万六高了两千块 根据了解 已有住户房租才一万六 电费却达到一万九 至少二十户抱怨电费翻倍账 我现在甚至看到账单之后 我现在连一台冷气都不敢开 我现在只追电风扇 有人真的要去申请要自费换冷气的时候 后来又不合准 应该是说这是政府的有财产编号什么的 但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办法解决的 住户想换冷气被拒绝 加上租屋合约还没到期 不住又违约 事实上林口社会住宅前身是世大运的选手村 冷气都是七年前装设 针对住户种种抱怨所属的住都中心回应 林口社宅的冷气是统一采购 需遵循财产管理相关规定 已经正在陆续更换上万台冷气机 不过对于社会住宅这两千五百户的住户来说 冷气一天没换 恐怕天天都处在电费随时会爆表的恐惧中 东三新闻徐江康 蔡孟俊台北报道 好 大家常常在说的租金上涨 没有天花板 现在除了餐饮小吃业 就连大卖场也撑不住了吗 您看到就是这栋新竹爱买店 它现在经传9月30号就要结束营业了 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很错愕 因为这栋爱买在这边已经开了二十几年 2003年开幕是一栋地下两层地上五层的卖场 而且它是位于热闹的商圈 再来您看到它去年 全台的总营业额达到了129亿 因此很多人就说 那怎么会突然说要收摊呢 现在就有网友在网路上透露了 他说因为地主涨价涨太凶了 每个月的租金从原本的600万元 涨到850万 也就是说你一个月要多缴250万元 所以业者无奈选择收摊 好 现在大家就在猜了 这里以后会盖什么呢 会盖商办大楼吗 还是说会整个打掉重练 现在有在地的房仲透露说 他最近有耳闻 其他的超市业者 有兴趣来这里进驻成租 不过现在目前对此爱买 都是还没有提出一个 正式的详细回复 新竹市劳工处这边也表示说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正式 大量解雇的一个通报 好 那除了说这个新竹爱买店 也可以看到下一张图表 高雄老字号的漫画店 也是无预警的金船要熄灯了 您可以看到就是这栋 它是景城漫画影音租售馆 凤山五甲二路 好 那其实这间店也是开幕至今 已经十年多了 同样是因为租约到期 加上涨租的压力 所以业者说它9月15号 也就是明天就要结束营业了 不过在地的房仲也分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细洋产业 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早就改变了 像我们现在网路很发达 手机拿出来都有电子书可以看 因此现代年轻人 很少人会来这边租这个书回家看 因此也让这种老店是渐渐的没落 那么消息一出很多人也是说 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间是真的开了很久 还有人说它从开幕租到闭幕 是它从小到大的回忆 好 那我们提到说这个租金一直涨 真的是没有天花板 您看到这张最新的统计是主计总处 他们最新的统计 看到下方这边今年8月的部分 租金指数来到了106.71 另外年增率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今年从1到8月 都是有破2%的这个幅度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代表说租金指数 已经是连37个月刷新天花板记录了 年增率也是连13个月都超过了2% 为什么租金房租会一直涨呢 现在有房仲也点出了原因 他说因为房价上涨 加上央行升息 还有装修维护的成本提高 加上今年下半年就要有 囤房税2.0的实施 因此他认为说部分的房东 可能预期说你的持有成本会增加 就先涨租 转嫁 税付 才会带动今年的租金涨势 好 那么以上是我们这节的 生活推播话题 动 show 呢 袭子 诺期训 哟 居